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敵岸人民幣對美元再跌破期 外媒指中國復蘇前景黯淡 中國盛世古董 輝煌不在 天價博爾暴跌 老店宣布破產 世界工廠換人 這國複製大陸崛起模式 新時代降臨 離奇 30萬億新增人民幣消失在哪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5月17號 星期三 亞洲時間星期四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再跌破期 外媒指中國復蘇前景黯淡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17號跌破期這一數字關口 此次也是創去年12月29號以來最低 而在岸人民幣一樣走低 對美元G7匯率於今日17號再以6.9860開盤後逼近期關口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相關報導指 這顯示中國經濟弱復蘇勢投卷力 路透17號報導 以標題隨著中國的復蘇前景暗淡 離岸人民幣跌破期 報導分析 匯瑞銀行外匯策略師勘暢認為 中國4月份的數據令人失望 此事導致人民幣迅速下跌的主因 週末這期廣島峰會期間 美國可能將簽署一項行政命令 來限制美企對中在高科技等相關領域的投資 這點也限制了外資的流入速度 而匯豐銀行則稱 其公司正在轉為賣出人民幣對美元的交易方式 我們認為短期內人民幣仍面臨挑戰 對此 匯豐更警告 在按人民幣對美元突破期後 大陸的外匯接下來可能會轉向更具防禦性的政策 馬來西亞銀行預測 中國央行將在6月後開始放寬利率來幫助經濟 也許到時美國聯準會也將暫停進一步加息 中國盛世古董輝煌不再 天價普爾暴跌 老店宣布破產 中共過去20年經濟快速發展 普爾茶漲很多 過去有傳產的朋友透露 傳產做到快死 結果賺的錢都沒有他買的普爾茶賺更多 不過近年來 文婉猛暴性下跌 古董也開始不斷的跌價 政治評論家李正浩就在三例節目《驚爆新聞線》分享 過去中國土豪用11億元拍下鬥彩激鋼杯 並用這個激鋼杯泡了陳年普爾茶來喝 表示 想吸一口仙氣 此外百年茶葉癲紅集團 過去賣茶賣到可以投資航空業 可以贊助電影節 現在破產 連農民合作商都欠錢 過去亂史黃金 盛世古董 這些盛世都已經不在了 世界工廠換人 這國複製大陸崛起模式 新時代降臨 美中衝突持續 迫使部分公司將供應鏈移出中國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以大時代的新轉折為題 在臉書發文指出 他這次來到泰國參選 正值泰國大選 也目擊泰國新生命力 和1990年中國搖身變世界工廠的情境相反 他看好東盟新時代正悄悄降臨中 謝金河表示 中國已跑百米速度奔駛30年 現在即便沒有地緣政治 中國也要進入鞏固盤整期 值得關注的是 這一次供應鏈紛紛移出中國 一定是大事 謝金河提到 1990年 臺股漲到12,682點 臺灣資金外逃 時任總統李登輝號召大家南進 那一年他去了一趟泰國 有朋友投資泰國股票 當時證券公司VIP史都操台語 泰國SET指數大漲到1,789點 沒想到1994年 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進行匯改 人民幣從5.76 狂貶值8.77 到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風暴 東南亞各國都很慘重 泰銖從22.2 狂跌到54.5對億美元 謝金河透露 他這次來到泰國參訪 正值泰國大選 他認為目前的泰國和1990年中國搖身遍世界工廠的情境相仿 東盟新時代正悄悄降臨中 離奇 30萬億元新增人民幣消失在哪了 中國央行公布了4月份最新的人民幣供應量數據 2022年4月份的時候 中國的廣義貨幣M2還僅有250萬億元 僅僅一年之後就暴增到了281萬億元 如果按照中國14.12億人口計算 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就是2.2萬元 這相當於國家幫助每個人都額外印鈔2.2萬元 根據央行歷年公布的M2統計數據 1990年12月 統計數據開始的月份 人民幣廣義貨幣M2為1.53萬億元 1998年10月經歷8年時間 M2突破10萬億元 2003年6月5年時間 M2突破20萬億元 之後M2增量 平均於每年20萬億的速度快速突破 2020年1月14個月突破200萬億元 2021年1月12個月突破220萬億元 2022年1月12個月突破240萬億元 2022年9月8個月突破260萬億元 2023年3月6個月突破280萬億元 過去20年 人民幣的貨幣供應量漲了14倍 如果沒有房價暴漲 那才是活見鬼了呢 但過去一年 奇怪的是 中國市場上新增超過30萬億元的新貨幣 這些錢都去哪兒了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2年度和2023年度一季度的GDP數據 2022年中國的GDP為121萬億元 相比2021年的115萬億元 暴增6萬億元 這個數也就只有30萬億元廣義貨幣增量的五分之一而已 下表列出了1990年迄今中國的廣義M2和GDP對比的表格 廣義人民幣發行量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效率的降低 表格中GDP為年度數據 M2為每年12月份數據 單位均以萬億元人民幣GDP比M2和增量GDP比增量M2 代表每億元廣義貨幣發行促進經濟增長的效率 表格中可以看出30年前 億元人民幣的貨幣發行對應著億元的GDP 億元新增廣義貨幣帶來億元左右的新增經濟規模 但是到了今天 這兩個數字分別降到了0.45和0.22 廣義貨幣發行促進經濟增長的效率在迅速降低 甚至只有30年前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說 假定中國過去一年生產 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數量沒有變化的話 30萬億元新增人民幣中只有五分之一進入到實體經濟中來 中國增發的這30萬億是引發了通貨膨脹嗎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 2023年4月份CPI同比增速降至0.1% PPI同比增速降至負的3.6% 也就是說以去年4月份為基準 過去一年中國整體的物價不僅沒漲 反而是下降了 過去一年中國的人民幣新增了30萬億元 中國實體經濟沒有萎縮 實際GDP增加了3% 也沒有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 那這30萬億元是怎麼創造出來的?究竟又消失在了哪裡呢?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普京送習近平大禮 中南海異常低調引猜測 為中共竊自駕技術 蘋果前工程師被控6罪 中國最牛現成的房價也扛不住了 臺灣國民黨宣布徵召侯友誼 角逐2024年總統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首先我們要注意 concern irm, 裡orted靜音的人 已經得到了 今天使用ígen WEPST. 非常快 請視頻的聲明 明星期vision 我們跟隨您 try itということ 您拼組哪一 эта 跑 ella 我也想 vegan 我們要來 靜音 假rz